人氣話題來看到 中秋節就快到了 不少人都準備要烤肉 而今年物價什麼都漲 但根據雲林肉品市場的毛豬交易價 比起月初大約降了一成左右 豬肉價格降 但是有民眾還是覺得有點貴 另外水產業者的業績也很旺 雖然今年進貨成本漲了兩三成 但業者自行吸收 大部分商品的價格都跟去年差不多 甚至還有一些促銷商品 也讓民眾樂得搶便宜 中秋烤肉夯市場豬肉攤的工作人員 忙個不停 民眾紛紛來買肉 但大家都覺得 今年的豬肉價格變貴了 很貴吃了 今年買有感覺比較貴錢嗎 有哦 不貴哦 買比較貴哦 對 不多三十塊 因為它的豬肉成本 還有長衣 還有香料都是漲價的 今年連價有啦有比較好 四成有 雖然今年的豬肉價格 漲到讓民眾下手都得要便捷這些 但其實根據雲林肉品市場的數據 豬肉價格跟月初相比 已經從中元節食的 每公斤105元 降到每公斤88元 降了一成左右 賺兩了 所以豬肉在大快 所以慢慢會暴增 暴增的時候 會價錢也沒辦法 中秋烤肉越來越多樣化 不只烤肉水產也很受歡迎 市場賣的帶殼鵝啊 八百斤一下子就秒殺賣光光 另外水產批發生意也很好 雖然今年進貨成本漲了兩三成 但業者自行吸收 還有促銷 像是草蝦一盒12隻 99最受民眾歡迎 一下子就被搶空 工作人員忙著補貨 儘管今年物價都漲不少 但畢竟終究烤肉一年才一次 民眾吃得開心最重要 借國正義 雲林報導